TNT时代少年团 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会上台表演的节目 是我们的一首新歌 然后姐姐真漂亮 还有师兄的宠爱 我刚刚看你们已经还在彩排 是不是上台现在还是有点紧张的 大家说一下 不是紧张 我觉得不是紧张 是为了让这个节目更加的完美 本来是第一次 第一次唱我们的新歌 还要表演师兄的宠爱 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两首歌能更精益求精一些 然后毕竟也是新歌第一次的舞台 所以说也希望能给大家留下个好印象 对 因为宠爱这首歌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那这次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或者编曲或者之类的改编吗 还是会按照原版什么 没有 其实是就是会有互动啊这样子 因为就是走位啊这些 那说一下你们这首新歌吧 因为现在姐姐风也挺甚的嘛 这首歌可能会表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 其实是一首蛮有趣的 然后希望大家听到可以很开心 对 然后希望祝福姐姐过得更好对啊这样子 对 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 不管姐姐怎么选择 弟弟都会在后面一直支持姐姐 对 这首歌的数值就是 就希望姐姐听得很开心嘛 我昨天看了你们的MV还有几位是 扮了女装是不是啊 没有几位 全扮了 全扮了吗 都扮了 所以你们有比较过谁的扮相最好看吗 小张张 他们俩 刘耀文 他们三个都很好看 特别是合的 刘耀文 刘耀文 是觉得是为什么他们最好看 评选择的 就 金亿啊 独立 因为他们不是之前也讲了 如果他们 诗比说的话也讲 是一场各种的风格 就走比较秀气路线的是吗 嗯 但是看到就要 哇我的那一声 对 那你们三个会不会自己扮上女装 还挺不好意思的 没有不好意思 哪有不好意思啊 怎么可能会不好 怎么可能会不 不说了 再说一句 所以就是一扮女装 就一秒就入戏的那种 也不是入戏吧 反正就没有不好意思 是啊 不是吗 就是很厉害 就是你看背影 就是看他个 你们三个啊 怎么是我们三个 就是你们三个啊 你没发现你 你没发现你已经 你没发现你已经 你没发现这种的这个 那个发现别人吗